昨天我朋友他孩子过满月 我在这个满月party上 也是B圈的一个朋友 见面见面的时候呢 分两种人一种是有狗狗币的 一种是没狗狗币的 这个没狗狗币的人呢是一个都没买 什么意思呢他就是看不懂 他说这个超过他认知了 这狗狗币啥功能也没有就是个山寨币 为什么他能涨就不理解 因为在硅谷聚会嘛都是精英啊 都是什么谷歌苹果 Facebook大厂的这些工程师 他们问这样的问题很现实 他是不理解的 不明白的 为什么 昨天哥们问了我两次 三次追着我问 谁在买一个狗狗币 我说就是 我想我这样的人在买 你这样的人是买不了的 因为你懂东西太多 你什么技术都会懂 你甚至可以自己发币 那你觉得狗狗币他们太简单了 你就觉得太可笑了 怎么可能再涨 让他就说幸亏今天 昨天晚上见了我一面 否则的话他还会继续做空狗狗币 他做空狗狗币已经包仓了 如果他再做还会包仓是吧 他说还没想到 这个狗狗币这么一个壁种 现在大家要记住 大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想的就比较多 知道的知识点也比较多 认识人也比较多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这个一件事情啊 就是 狗狗币确实是突破了我的一个认知的 就是我也一直在 思考 为什么 当然我是 推特也发了好久了 微信也发了好久了 微博也发了很久了 说我在奥运狗狗币 因为这是我十年以后的 十年之内不会变的一个任务 就是一个事业吧 我推广他 因为我推广他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种 在当年 一三年推广比特币的那时候的快感 这个快感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认识了很多新人 然后呢 大家都是 就是挣的 就是大家都是挣钱的 然后 大家都是从零开始进入的 然后 我推广比特币 这时候 就是那种感觉 大家都是从 比特币 500人民币 是吧 一直坚持到现在 到了快 到几十万人民币 是吧 大家都 拿住了 是吧 有些人下车了 但很多人拿住了 大家一起共享了这个快乐 像狗狗币也是这样 虽然说是 号称说 中间之前涨了多少倍 那个不care 不重要 因为之前市值太低了 它涨多少倍 它总共也容不下什么大金鱼 是吧 金鱼是什么意思 金鱼就是这个 大的币圈资本 交易所老板 还有这个 大的项目方的 有大量储备资金的这些人 是吧 他们还没有狗狗币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们说 他们没有 这个大的机构也没有 像华尔街机构一家都没有公开站出来说买了狗狗币 对吧 回度也没有 是吧 所以狗狗币完全是散户的时代 平民化的时代 是我们的时代 是属于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的时代 我们 就是我就用一个 今天早上录了个视频 我说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人多 我们这个狗狗币的人超级多 我的微信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 而且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微信公开 然后让更多人加 甚至很多人把我的微信推到各个群里 更多人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经常就处理过来 觉得几天我是蛮复合的工作 一醒来就工作 一醒来就工作 每天四五点钟就醒来了 醒来干到中午睡一觉 然后下午中国人又起来了 然后我归谷时间接着干 接着跟大家聊 能语音的聊语音 能大字的发杂字 能发视频的发视频 就是这个 它的互动性非常强 大家会发胡话表情包 不像我们聊比特币 没啥可聊的 聊啥 对不对 聊啥 比方说现在我跟所有持有比特币的人聊天 聊啥呢 不就是一个字吗 hold住吗 hold住 hold的吗 hold住 不要动了 就这一句话 没有可聊的 拿住囤住 hold住 一个意思 对吧 没有什么可聊的 但是 狗狗币可不一样 狗狗币大家有无数的问题要问 狗狗币有大家互相分享表情包 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干 大家要建微信群 大家要开各种采访 各种讨论 而且我 很多人说以为我是买了百分之几的狗狗币 甚至有人说我买了几十亿的狗狗币 上百亿的狗狗币都吹出来了 对不起 从这边没有 没买那么多 但是这狗狗币到底分散在哪里呢 分散在无数人的手上 你可以看这个 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社区里面 这个原来叫WSB的这帮 Reddit上面的社区里面 狗狗币社区有多活跃 是吧 大家已经知道股票也没机会了 去炒这个炒狗狗币 炒数字货币了 大家这么多人 美国人现在 其实虽然说互工互产了 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家里 隔离的状态 还在炒狗狗币 当然我觉得这个狗狗币 这个主要是 力量大 总量 没有限制 一直在增发的过程中 可以吸纳更多的人进来 是吧 你所有人都有上市机会 那每年增发五十亿嘛 是吧 然后正因为如此 机构那帮傻逼们 机构的 不能说傻逼吧 我也曾经过 我也是个机构 我也曾经也是个机构 就是现在是当杠了 一个人啊 一个人就是 一个人啊 然后我就说 机构的人是什么 机构也是 后面也是人 机构那些后面 长度的人都是精英 这种越精英的人呢 越不理解平民 越不理解 得屌丝者 得天下 越精英化 钱越多的人 越不敢卖狗狗币 比特币越多的人 更不敢卖狗狗币 拿上千个比特币 缩哈狗狗币的人 我觉得我身边没几个 但是有一两个啊 有一两个这样的牛逼人啊 就上千个比特币 缩哈买狗狗币的 有 但是啊 我就说会原理来啊 就是你们 你们觉得谁能 省出呢 就是谁用户量大 谁省出嘛 对吧 比特币用户量 现在依然是最大的 毋庸置疑 那狗狗币正在 以指数倍的速度 在增长 这个用户量 所以它的市值也在上升 就是不要觉得它涨了快 你又没看到 用户量增长更快 是吧 因为每个人买 10万20块 就能买狗狗币 10块变成 50块钱的人 最近很多 是吧 500块钱 是吧 进来挣了2000多块钱的 很多 是吧 所以说挣了钱 就还无效应 就是你要注意啊 就是 有一个词 虽然不是很好听 有个人给我推荐一本书 叫乌合之中 说这个怎么说 说我们这些人 都是乌合之中 就是懒人一个 超比特币的 都是他妈的屌丝 他这本书是 三四年前 三年前给我看过 说我就是属于那种 这个将来 比特币会归零 将来这些山寨币 也会归零 他就是一个比特币 都不买 但他乌合之中 这本书都给我推荐了 三次次 那我就跟他反问一句 你也是 你懂得很多 你也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呢 事实是不是被打脸了 是不是这些乌合之中 就把这个币 弄得这么贵 他现在是 现在稍微的思路 有点改变 他说比特币是有价值的 但是最近又跟我开辩论 狗狗币不行 狗狗币不行 你们狗狗币啥 什么不行 我说多了 我都不想浪费口识 我就说 他是你说的对 你说的都对 但是你自己也别买 最好是你一个狗狗币 都别买 最近狗狗币暴涨 没事给我发信息 哎呀 能不能跌下跌下来 我买点 他也成无可知中了 他不是号称精英吗 这种朋友很多 就是精英最终也会加入 为什么呢 随大流呗 共识呗 人多 人玩 更多的人玩什么 你就玩什么呗 你不要逆着行情走 是吧 那上海的房子 为什么涨 是吧 深圳的房子 为啥涨 你也说 炒房客弄高的 那这些精英们 没买吗 对吧 我是觉得就是 就是 我虽然今天讨论了半天 就是 我还是一个观点 尽量不要在 这个Color House上 再浪费时间 因为时间久了 你会被洗脑 洗脑完了 你就不买狗狗币了 对吧 你应该去真正的社区里边玩玩 去Reddit上面 那些大量的一天 就上百条帖子 热门帖 上万条帖子 在那发布的狗狗币的那些论坛 然后你再看一看 这个推特上面的狗狗币的量 Google上面的狗狗币的量 Facebook的社区 看狗狗币的量 或者中国人的话 你就到微信里面 你看看狗狗币的社群 多热 别的社群里面 一个微信群 一天讨论两百条 撑死了 狗狗币的群 一天上万条的群 在那里讨论互动交流 发表情包 发小视频 来回发 发来发去 然后互相传播 这个东西传播力真的猛啊 这个logo是 大家不能说恨他 这个狗头这个logo 大家没法恨他 要不爱他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 就是不爱他 不能说恨他 对吧 这个狗狗币发了财的人呢 而且那种 我给你 给我个地址 我给你打点狗狗币 打赏一下 这种的人很多 这种文化很多 我都受宠落惊 狗狗币上 很多人都有说 买狗狗币挣钱了 就是因为 看到我之前的视频 还过来给我加微信 上来就给我打红包 话不多说 先发红包 恭喜发财 有红包拿来 不是 我没有 这个上来 我就不知道 对啥 就是然后发微红包的人 太多 造成我 就是腾讯 把我的这个 就是钱包 给封了 封了两天了 现在已经解封 刚刚解封 一解封 今天早上又收了 十来个红包 就是每天收红包 就是大家那种 六开六 六十六 写最多的是 以十八块 拔模拔 可能红包有 两百块钱限制吧 十八块 拔模拔 打的最多 大家就是 打赏文化 就是打赏主播式 然后每个人打赏完 我就是哎呀 兄弟感谢 祝你发财 我现在每天的活 成了主播了 你知道吗 特别有意思 就是主播跟咱们 跟粉丝之间 不是那种粉丝关系 是成了利益共同体 是一种 我们都玩狗狗币 我们都有币 然后就是所有的人 都希望我多喊点狗狗币的单 喊的多了 我喊多了 陛下也涨了 我不喊 他们催着我喊 你知道吗 就这种文化 他们自己也不是觉得 在发朋友圈 而且发的朋友圈 不凡人 如果你算 发了个什么 这个DeFi的一个什么什么 项目分析 投资建议书 项目报告 你发完这个东西 没人看 但是你发了狗狗币的logo 陆陆的狗狗币小视频 一往这一发 表情帽一发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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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就传播了 知道吧 而且我这个传播里 这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我是只是说告诉大家 大家要看到趋势已经来临 这是个必然 是吧 我是干啥的 我的 我就是干了一个啥事 就是B圈 所有人都加我微信 这么一个事 我这个事做到了极致 是吧 所有B圈的 你们认识的所有项目方 老板们都加着我微信 是吧 这是头部嘛 这是算是精英 还有各公司的那些员工们 也加着我的微信 所以我知道哪公司丢币了 对吧 哪公司出事了 哪个B出事了 是吧 我认识人多呀 是吧 知道的八卦多呀 但是关键是我加了十几万 几十万的这个 这个这个微博微信啊 这个好友 这个很有大的作用 虽然都不是这个 直接好友 都是临时好友啊 能跟我聊个天 发个表情包这种的 因为不可能 就是因为微信有限制 夹不上那么多人 是吧 但是这是个好友啊 他这个利益共同体 形成了一个共识 我就能第一时间知道 什么火了